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0日 现在就是在海外 你生活 也不是很安全的 你看发这个视频 这个打字,你就打不上字 你一打他就乱玩 他同步在这 在这干扰 你看上一场,第二场的时候 他就没干扰,就打上去了 他可能上厕所了,或者怎么样 连他现在又干扰,没有办法 只能点上一个字,一 在这个 另一个栏里,现在打上江云平 那个江子人打不上,他给你打成 蒋介石那个奖 他通过什么方式呢 我就觉得,这共产党 现在这个军警特险 遍布全世界啊,通过什么方式 太烈了,他能这么远的距离 互联网连任由 他能干扰你啊,搞这个名堂 浪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有什么用 我只有发完之后 然后再找一个电脑 再重新自打上 就浪费点时间吧 你再看看国内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推特上刚刚发布的视频 你们看一看,警察多么厉害啊 这个习近平统治下 就警察治果了 在王晓洪领导下的 你看今天王晓洪参加共情团的会议 坐在最前面 你共情团会议你参加什么 你是一个公安部的 你就好好把社会治安搞好的 让警察不要寻思妄法 动不动打人,是不是啊 他坐在那,你看小偷型秀的啊 你看啊,衣冠楚楚啊 风度翩翩啊 可每天你说你这警察都干了什么事 我们再看看啊 大家看一看这视频发生了什么 你们看一看,我把他声音打大一点啊 你们听听发生什么 这是在拍剧所啊 怎么回事呢 我给他生一条了 你看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报道 现场视频啊 他说网友投稿 反了你了 6月19号在河北省邢台市 网传一位农民工讨薪 就农民工啊 工资劳动完以后没有钱 去要钱 被警察给打了一顿 好在还不错 打完了以后 这个民工们还知道 利用这个现代化的设备 给他录下来 怕他不承认录下来 发到网上了啊 于是呢 这个上级还可以 说是马上要处理 打人这个警察呢 是穿着警服 而且是手里拿着 叫什么 那不是棒子啊 那是什么金属棒 抽打这个农民工啊 说你简直反了 还敢来就搞事 就揍他 然后旁边有个声音讲说 报警报警 我们已经把它录下来了 老北省用这个办法 维权呢 你再看那个王全璋也是 搬家搬了好几次了啊 到现在也不能正常生活 电砸重不重就拉了 这都是什么 无法无天啊 这个国家已经乱到这种程度了 一天都把他吹牛 什么全世界什么很大 融的是两个国家 你融的是管 你连农民工都不能融下 你还融两个国家呢 整天在那胡说 是不是 你看看这些视频 秘书们送来看 是不是感到很内疚 既然是所有的潜力 都击中一个人手上 你就把这个事做好 对不对 告诉王小红 你这个警察都怎么管呢 你是河北的河北省公安厅 下边刑台是公安局 公安局下边有大队 公安分局 分局下边有这个派出所 你说你派出所执法 你能这么执法 你应该帮助农民工 讨薪呢 是吧 应该是告诉你 也不能抓老板 你跟老板讲 人家不容易给你干 老干活 干了一个月 他就养家糊口 你都给人钱 你给钱人怎么生活 另外你不给人钱 一旦计划了矛盾 人打你怎么办 在出事怎么办 刘老板呢 钱赶快给人家吧 这是警察 好警察是吧 当然了 农民工讨薪这事 它是一个 不是一个地区问题 这主要是法制的问题 法院的问题 农民工讨什么薪 讨什么薪 当他拖欠工资 高到法院 就要法院收的就行 你看这加拿大 你要工厂欠工人工资 怎么可能呢 不要不学习人家 加拿大和美国 美国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你中国你好 你做出点事来 你看现在网上视频 有报道加拿大 派出所警察打这个 来讨薪工人有吗 你昨天又说有吗 我从来没听说 谁家去讨薪 这里你到了点 你工资就进你账里了 一分钱都不少 怎么可能讨薪 都是看到你有困难 大家都帮助你 伸出援助之手 哪有这样的 你看就拿了个棒子 还是金属棒 往那死里打 你就想一下 这是可悲 你看了以后 你说你这个心里什么责任 只要是一个人 你看了以后 心里很感动 觉得很 不应该这样 是不是啊 但是你讲的也不听 天天都有这种情况 还在那吹牛 你说你这个国家怎么治理 治这个程度了 还坐中间 你坐中间 你不惭愧吗 是不是啊 要你不能干 你叫你胡春华试一试 胡春华 你别说胡春华有希望 因为胡春华是农民讨薪领导 胡春华 这胡春华也是 你说你讨薪的租长 你没完成任务就下去了 你也不管这工人了 这农民工咋办 你说啊 我们来看看更多的消息 这是有更重要的消息 今天是就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 你看布林肯访宗期间 重申反对改变台海现状 说台政府表示持续深化 台美安全和伙伴关系 这是台湾呢 你看台湾有这个吗 有农民工讨薰权打一顿的吗 台湾警察打他了 有吗没有吧 还是台湾厉害 吹什么吹 要怎么美国来支持台湾 将来中华民国说不定就回来了 农民工你们别着急 以后咱们迎接的是中华民国 不是迎接美国人呢 他不能给你夹帽子 说卖过谁 你看 讨好美国人 咱们讨好美国人 国军是中国人回来了 多好 深中山回来不好吗 是吧 深中山领着人回来了 那将来中国就是法治了 三民主义 对不对 民权嘛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怎么讲的 美国之音 说布林肯星期一 会见了习近平 重申美国不支持态度 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说台湾外交部做出反应了 上个节目给大家讲了别人的反应 看看台湾怎么反应 他说欢迎 他说欢迎 表示欢迎 肯定美方一再强调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 继续深化和美国安全伙伴关系 看这台湾的观点很明昔 说布林肯在北京 在驻北京大使的 举行的这个 布林肯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举行记者会 他讲 我就我们及其他国家对中华人民国在台海 以及南中海的挑衅性行动 表达了关切 他说布林肯从政了美国基与台湾关系法 三个人后公报 六项保证 政策没有改变 你看台湾怎么讲 外交部说呢 历任美国政府都恪守台湾关系法 六项保证 落实对台湾的相公承诺 你看 你才因为没说台独啊 你整天在那撒谎 你人民日报给这好好报道 你先挖上 给这个缘分不给老百姓看了 就骗中国老百姓哈 说布林肯从政 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个雷红报 及六项保证 自上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台湾外交部通过新闻稿说呢 历任美国政府都是这样的 他说拜登政府更持续以具体的行动展现 对台湾安全的重视和支持 台海和平稳定是印太地区安全繁荣的核心 我们政府将持续深化和美国及安全伙伴关系 共同捍卫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促进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讲的多好 确实 还有的人还瞧不起人家台湾 说人家小弟哥啊 蔡英文不行 怎么怎么 你看人家治理的国家讲的多好 我们来看国民党 国民党做出反应了 国民党的发言人叫林嘉兴 他说 若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与民进党闭门造车 执意搞台独 会让台湾陷入外交务力 独自面对节节升高的战争风险 这讲的话也没有前提 人家哪说台独了 你看人家讲这话哪说台独 他马上给你夹个帽 夸打帽子戴上台独 就国民党完了 就国民党你看哪当 哪入当年那个辛亥革命的时候 黄河岗七十二烈死 那时候你黄星 雨云记 哎呀那时候英雄好汉 这国民党是三草率变骂的 一代不如一代 到现在变成卖太贼了 就共产党怎么讲 他就怎么讲 你看马英雄到大陆转一圈 一看他把那个木修那么好 乐的 乐开了回 忘了 找不到北 你想想你干了八年 你为什么不跟胡尹涛 或者习近平讲什么 讲多党制的问题 这才是关键 让你国民党在大陆建个支部 不是建支部 恢复支部 都不行 你说你整天忙活什么东西 一八年就讲八个字也行 是不是 还给人家在新加坡握手 你握什么手 不脸红啊 怎么也能对得起蒋经国 还给蒋经国当英文秘书 呆当了 我说比如十年见到马英九见 我肯定都给他提见 不过人不能理咱们 人是总统 咱们是草民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后边怎么讲的 他说民众党 你应该引民众党 柯文哲的观点 柯文哲讲 他说 美宗对抗全球架构 是不会改变的 但会随着 当时状况 做出战术的改变 台湾政府只要保持 激动灵活的精神 找到平衡点 大概还可以平安堵 你看阿姨老柯讲的 最起码还没给人戴个帽子 还挺实在的 说 布林肯是睽違五年多 首次访问北京的波欧圈 美国总统乔拜登 称美中关系 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据说是 布林肯回来以后 老拜可高兴了 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一次取得了重大成果 完了 这个共和党就不停的贬低 他说你白跑一趟 这美国就这样的各种观点都有 是日本媒体引述 日本政府人士的话讲 美中对立区域常态 会导致日中关系不稳定 他说 期盼美中重启对话 能成为重新调整日美关系的契机 这是日本作出的反应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日 在母校早大天回应作者学生提问奖 我也思考访问中国一事 你看日本人也着急了 我也带来 借一借习近平 不过借习近平的时候 千万别让人坐在下边 你习近平就坐在中间 那个咋办 你说 这个习近平这个人 是有点不正常 他能坐中间 你说 人家代表人家国家来的 外交人都是有礼仪的 不能随便管 随便给 但习近平不管 你看上次川普来了 他竟然在故宫里借川普 他领了老婆 催了 啊 弹唱 真把自己当回事 当皇帝了 那都是忌讳的 你看毛泽东当年 他就不敢进故宫了 他转了 转了 你看他不敢进了 这毛泽东这个人 绝对有这样 比心也挺强多了 最起码懂中国的历史 那不能随便进 那里面阴气很重 我跟你讲 那里故事多着呢 是不是 因为人死啊 这个肉体腐烂的 精神是不灭的 那小灵魂都在天蓬上转了 你说他敢在里面 领他老婆 在穷得瑟 一直得瑟到今天 是吧 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了 真是非一所思 这叫什么 无知才能无畏 这个人呢 没有文化 啥也不懂 梁家康书记 就是如起袖子拼命干 管他呢 把中国一直整到今天这个礼物了 实在是荒谈可笑 这个安天文兄也着急了 要来看看 共同社报道 日方正在探索 举行日中收脑会谈 可能的时机是9月 在印度召开20国 也就这个集团推会议的时候 10月份 在美国召开的亚太金核组织的首脑峰会 到那时候啊 都要见见 谁知道的 也许那时候战争就已经爆发了 也说不定 我们来看看另一篇文章 另一篇文章 麻烦来了 联合国人权的高专 这个高专办 联合国有人权委员会 有高专办 期望在中国和印度设立办事处 要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这很有意思啊 这是法广刚上报道的消息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意图扩大工作影响力 首次寻求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 中国和印度要设办事处了 并在日内瓦召开的第53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致辞时寻求和各国的支持 这是大事啊 因为联合国在亚洲就一个办事处 在曼谷 说为什么那么多的难民草民 跑到曼谷 很多人越境啊 进入泰国 然后到曼谷去 抱着一腔的热血冤枉 强烈的冤枉 就想拿到那个难民证 好像拿难民证 就是一顺百顺 不是这么回事啊 那个联合国难民属 已经将中共渗透的非常厉害 就给你一个小卡片 上面写的 什么也不保护你 所以很不容易啊 能出来啊 很多中国人在那 据说有数万中国人 准备人的那种 数万随之了 我不太清楚啊 反正这里故事很多 你就看网上那些消息 很多人呢 常年就困在这 得不到身份 他应该是联合国难民属 有办事处 应该接待他们 赶快我们安排到第三国 对不对啊 结果现在是 搞了越来越麻烦 现在联合国 开始提出新的办法了 他说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在全球9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95个办事处 人家厉害啊 使高专办可以有效定点的 这个设计呢 涉嫌滥用职权 践踏人权的问题啊 使这些国家人权得到改善 但人权备受关注的中国和印度 均未有办事处 这恰恰是两个人权状态 状况比较有问题的地方啊 是中国和印度对此没做出回应不大脸 但从人权高级事务专员访华办 诸多困难来看 就在要想在有些人权关于到中国去访问呢 困难来看 要求中国设办事处一定存在的一定的难度 不是一定的难度啊 非常大的难度 那习近平脑袋嗡一声 因为他这种践踏人权是最厉害 你到看人所监狱去看看吧 太多太多了 你好在在胡温那个时代 我记得清楚 葫芦岛卡托索里打死一个人 温家宝还匹斯 你看现在戏群大力嘛 可能不知道 制诺网闻 就像没发生一样 说根据公开资料 他说前任人权传言员叫巴切赖特 去年访华时 需经几波的周折才能成行 就到毕竟访问都不让你访问 而其访华自行的报告发表也被迫押后 就报告了报告都不敢发 他怕受到迫害 你就想最后是在巴切赖特去年八月底 离任前一刻才公开 才敢公开啊 你就想他给你施压多大压力啊 这个国家吓死人了 我跟你讲 你就不用别了 你这个打字系统 他都能给你搞乱 咱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给你搞的 我还每一次都给他故意停机了 都给他停了 重新启动 什么技术 你是咱能逃不出他的魔爪啊 说卸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杜克 周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致辞事讲 他敦促展开更多的合作 特别是提到叙利亚伊朗和哥里特里亚要做更多的工作 人权高专办的参与规模续扩大 说是认为幕下眼下时世界人权宣言诞生75周年了 人权宣言公布75年了 世界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了 相信在中国和印度设有办事处相当重要 也就有必要设个办事处 我相信他可能在能力一定要设设个办事处 然后这样访民就可以到高专办去了 去找他 找他帮他处理 施加压力啊 你给你挨打了 像派瓦说民工挨打了 到去去找钻员 钻员不就干这个人吗 人权吗 对不对 杜克又指出 说虽然人权是联合国工作四杂之处 与和平安全法治和发展并列 但人权高专办的预算 只占联合国总预算的4% 钱比较少 希望能增加一倍预算 加强在全球的监察人权 他不是增加情费的问题 是因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勇气和中共抗衡 因为中共他这个权力太大了 又有了钱 你知道一个村的村霸也有了钱 他就欣男霸女 是不是一看 哎呀 邻居小女孩长得太漂亮了 是不是很丰满 那眼笨儿笨亮 这个事都得我拥有 是吧 我想有 他给我当老婆 就开始搞这套东西了 叫国强必坝 村霸以后 村霸和国霸都是一样的 有了国家特有钱 特别有钱 政治体制有黑暗 有独裁统治 一党执政 一家人一人独裁 他肯定的全世界搞事 你看那么多的钱 他不帮助这个民工 你说这个派手打人 这个警察打人干嘛 多可怜呢 你一个月工资 这次我是知道 就那么三千两千 你怎么生活 那赶快给人钱 给你打一顿 结果结果发到网上了 派手所长又好撞了 处理象征性处理处 不过这次派手所长还行 接电话讲 还没讲说他人是猪 你上次还想这是猪子 这次还行 说这个正在处理啊 我不太方便和你讲 哎 这个人好像还一个是 警校大学生毕业的 是吧 起码还有点这个 像个警察样 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啊 这是海外媒体报道的文章 都非常好奇的 他是法广报道的啊 台湾的学者 一个学者叫刺剑鱼 他是美中两强格局基本成型了 欧盟角色十分关键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讲呢 他说美国国务卿 时隔五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19号 以习近平与布林肯的短暂会谈 落幕了 中美关系的全面竞争 近期更因为两国军队 战机和战船危险的近距离交错 而令人担心擦枪走火 引发更严重的危机 你看人家文章写的文章 很有文才 他说 在北京期间 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秦刚 举办了超过七个小时会谈 在与习近平会谈 远还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但会见得以举行 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舆论 视为一种缓和紧张的姿态 双方原本都对这次会谈 取得重大冲突 不抱任何幻想 从目前公布的消息来看 双方更是各自从事了各自立场 他说呢 中方也未同意恢复中美军事对话管道 但这次会谈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也许更在于他以得以举行 就他举行本身能见面 就证明还不至于马上打起来 这就是一件好事 所以全世界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我的天 不打仗了 甚至我老家都想到台湾走一走看一看 是不是 这篇文章讲 会谈之后 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肯定 布林肯此行取得了一些进展 台湾国防部下属的智库 叫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 叫慈建宇先生 接受呢 发广的采访了 他将中美两强主导的世界格局 已经形成了 现在世界上两个格局了 你不管你承不承认 两个方法对了 两极了 不是全球化了 各玩各的 玩圈自己的圈子的 在这个基础上 双方在打打挺挺间 说以后肯定了 打一打挺挺打挺 总有一天要干起来 本人认为 尝试建立避免严重危险的护栏 而这两种 两强对立的世界格局当中 欧洲可以扮演的角色 十分重要 你看 他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他那意思啊 在这个情况下 两强相斗 欧洲就非常重要 怎么李强跑去了 习近平也不傻 你看 他身边又高人给他指点 是吧 不知道这高人是谁 也就是李书磊 因为李书磊是博士 满夫精准 你看习近平他没什么水平 哎 他挺越和文化越交往的 我听说啊 我听了一个作家 大的一个作家讲 说习近平啊 早年呢 他没什么文化水平 他这个人讲义气 说是有些文人去了写书 什么习近平挺爱好的 哎 写这么好的书啊 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啊 所以习近平还挺这么讲 他在利用文化人为的捧一捧 问题就一捧捧偏了 别人个人崇拜了啊 说这篇文章讲 这是司建宇讲的 有一些进展是确定的 双方都准备呢 维系一个稳定的对话管道 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和平的沟通等等 说不过我从几个角度来看 有些是可以变动的 有些是不能变动 不能变动的部分 基本就是双方应该都蛮确定 一个2.0版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 冷战开 冷战时代到了是吧 他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讲 基本就是一个两强的局面 尽管双方都没有正式把这句话说出来 美国还是讲多极世界 中国也没有说现在是两强的情况 但这个决定局面是蛮确定的 双方也各有各自的安排 他说美国讲高科技脱钩布林肯讲 他不是从要和中国对抗 发展自己的经济 他并不是要对抗中国的经济发展 而是要保护特定的技术 要维护美国的安全 不要让美国的技术变成中国的武器 等等 那高科技脱钩 当然不会是依赖高科技 一连串的相关经济的发展 中国提出的对策 基本上是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就习近平讲 双循环 内循环当然是要把产业链缩短 在中国境内的发展 就是咱们玩个玩的招商 你到我这招 我到那招 三十一个生子是互相招吧 互相招商 他说呢 作为辅助的外循环 可能还主要集中在所谓一带一路 这些国家之间进行 就那么几个国家吧 对不对 没有几个 所以双方的对抗格局形成了 也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研究员讲得对 那既然是冷战局面格局的话 那就必须是打打停停 第二点呢 是所谓的武器或者军事发展的部分 双方会不会走到真正的热战 就是是不是要打起来 他说有没有一个办法 也就是说中国境内常用的字眼 美国也会用的是所谓护栏 让双方的竞争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不要跨越那个护栏 或者是红线 结果有个报道讲说 布林肯去啊 没有红地毯 但又跳红线 说布林肯大胆地跨越了 我看有个人写的文章挺有意思的 说发广问他 发广记者问他 但是中方没有接受美方提出的 恢复军事沟通的建议 发广的记者点到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来看次建宇怎么讲 他说中国并没有接受 不过也谈了一些事情 公开的讯息是 中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 可能用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殖民武器 这是最重要 美国这次去 最主要的成就在这里 就稳住它 别直接现在就残战 残战现在俄乌战争就麻烦了 我跟你讲 美国就两线作战了 现在战争战争是什么 其他公益国为优 就恶了死 你如果中国一参加 这件事麻烦了 他说美国也讲了 不支持台独等 算上基本上还在讨论吧 这些东西不是马上可以有决定的 发展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才有可能会真正的 把这互联架构起来 他说呢 是不是会有直接的安全 或者军事的对话 可能要看以后的发展 这是这个评论原来观点 他说第三点呢 可能有一部分会谈没有提到 但是彼此心悟的议题 就心里心知肚明 不言自明的 他说临双方勾心肚角 尽管我们讲 讲说两强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 尽管他们想要建立战争的护栏 但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 还有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 或者行为者 最重要的就是欧盟的角色 他强调欧盟这样的角色 他说他们在会议上可能不见得有谈 可是我相信他们在私下都在设计欧盟的角色 对欧盟绝对是要拉拢的 尤其是现在战争还在进行 我们看到李强跑去欧洲活动 对吧 你看他讲到了 就是想能不能把这个棋局里打开一个缺口 谁能够争取到欧洲 谁就可能在两强格局当中占有分量了 我想这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值得观察的 看来因为台湾的评论也厉害是吧 专家教授厉害啊 最后一次机会旧金山亚太金河祖类峰会 发广问他 记者问他 2022年底 2022年底的时候 西河败在巴厘岛会谈了 当时传递出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这之后呢 发生很多事情 尤其是23年2月的间谍气球事件 此后的众美观一再跌落 他说呢 我觉得这次会谈是否可能让两国重新回到巴厘岛当时的分位 就能不能回到那个分位啊 这个次见语说呢 从语义上来讲的话 可能还没回啊 他否则就不需要表示希望回到那种状态 时间不会倒流 想回到那种状态 我想基本不太可能 上次我们谈气球事件的时候 他说我们说气球事件可能是个小差距 主要的原因就是中美两边可能当时还没有准备好 彼此能够谈什么 美国的印太战略啊 包括AUKUS啊 包括美日印澳四方回谈 还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等等 美国当时没有觉得这个联盟已经 已经有具体的形状 但是现在这个形状已经有了 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开始讨论战争护兰 或者国际军事的护兰 说尽管双方可能不见得有共识 可是应该是可以谈了 然而呢 互相经过一段时间的折冲逐渐就成形了 要回到巴黎岛的会谈的状态 我觉得他们应该想想看 今年十一月的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 峰会的时候 习和拜 可不可以达成一个可以努力的未来愿景 他就这样讲 他说要知道 今年底的这一次就是这个峰会啊 明年美国就进入总统大选年了 基本上也就没有太多的东西 不可以具体务实来谈了 因为拜登心想 我在竞选 那不一定能干上去了 是不是 说不定穿土 捐土重来了 川普都上来 这会儿可就麻烦了 我跟你讲 因为川普本事来讲 接受上次的教学了 是吧 下次老习哥们给你面子 你给我整成这样 这会儿我回来以后 这会儿我要跟他好好整一整地 这个很难讲吧 现在不好说美国的事了 这篇文章最后讲 要讨论如何具体的稳定双边关系 最后一次机会 就是今年年底的峰会了 就美国的 这个台湾叫刺剑语 了不得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又写得比较短 要文解说 叫法广越办越好 好 谢谢 谢谢